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天火生生的生命啊 是一个孩子啊 你一放手都没了 我自己都骂自己 我管这破事干嘛 自己经历过的痛苦 我想跟人家经历了 凌晨两三点的城市一片寂静 此时却是网上一些聊天群 最活跃的时间 在群里聊天的 是一群平均年龄 在十四五岁的少年 大开开在这些学习上 考完之后特别害怕 十大黑洞漫 二十大黑洞漫 都在传 整个都像疯了一样在传 只要有一个人说 说了一点悲观言识的话 消息的话 然后一群人上来过头 都开始抽谈 他说你走啊 你走啊 赶快走啊 然后我们都等着给你点赞 他感觉他不去条路 不去自杀 感觉像说瞎话了一样 对不起这么多人 四十五岁的徐世海 选择这个时间段进入聊天群 目的只有一个 最开始进入这种聊天群的时候 徐世海总忍不住生气骂人 结果很快就被踢出群聊 我这个脾气也比较激 我一看谁说的 我都在去骂他们 你都这样做 我说那谁挑命啊 你都对不对 他就全人去死吗 我当时我都记了 我都骂嘛 一马都被踢出来了 被踢的会儿太多了 除了在群里劝说 徐世海还把这种聊天群 举报给相关部门 为什么要扎这个群 让大家看一看 让他们看看这个群 有多邪恶 里边都是什么玩意儿 经过徐世海的努力 这些聊天群会立即被关闭 我说都是委任夫 是不是 每爷都有孩子 我说您希望您自己家 还在这样的群里带吗 他们也是 是 确实是 为了劝说一个陌生的孩子 放弃轻声的念头 徐世海可以整夜不睡 白天也随时随地拿着手机 陪孩子聊天 开车时 收到孩子发来的信息 他会马上靠边停车回复 一直跟他聊 一直跟他聊 等聊完了天天了 我说这怎么啥 啥也看不见了 我说那车上 前挡上那血都 二三十公分厚 我都没看见 你手机里边 是一条火生生的生命 是一个孩子 你一放手都没了 你放手真的都没了 徐世海聊天不发语音 怕孩子不方便听 他坚持手写输入 自己也特别特别累 特别烦 为什么 有些孩子 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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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出的问题 好不容易你把 你给他聊 他说还是是的 你说的对 聊开了 灯又回来了 我还是不想火 一聊了一天 灯又回来 我还是不想火 还是哪个问题 我自己都骂自己 我管这破事干嘛 有些时候 手机是生动员 我有去捡回来 徐世海今年四十五岁 家住河南郑州 从事建筑行业 妻子是家庭主妇 夫妻俩有一儿一女 儿子九岁 小女儿不满一周岁 这个看似幸福的家庭 前不久刚刚经历了 一场巨大的变故 这张床的主人 是十七岁的男孩小雨 他是徐世海的大儿子 2020年5月12号的凌晨 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凌晨五天都用了书 然后保安去敲我家庭 门门 孩子他妈妈都起来了 起来都过去开门了 人家说 院里边有个孩子出事了 你过去看一下 然后他妈妈出去 然后紧接着他妈妈都 听见他妈妈嚎啕大哭 我赶紧都坏了 我赶快都出去了 出去都看见孩子在地上 鞋子都摔了可远 我把鞋子捡回来给他穿上 通过自家楼宇的监控摄像头 徐世海看到了大儿子小雨 最后的身影 看到了两年多晚 孩子自己一个人出门 然后进电梯 还 进电梯 电梯里边有写这瓶 放广告 他还在那盯着广告看 然后一个人上到地上 上到地上 大概十几分钟都下来了 这不是小时候换的 这边是玻璃书写 它是从小就写画画是吗 从小就写画画 从幽乐园的时候 一直八般都没听过 这个画得那么不错 这是换那个护士 换新的护士 小作文小学手写的 刚写小学应该三年级的时候 他有什么梦想 他就是画画 当时他跟我说想做 也想做个自闭器平台一类的 我说好啊 我也想做了 我给你找两个 咱们省得自闭器 做得比较好的老师 你可以先跟着他们学嘛 他说好 这是他做的 自己做的 爱画画 喜欢做手工 乖巧 听话 对未来充满期望 在徐世海的印象中 大儿子小雨是一个阳光少年 无论如何 也不能和亲生联系在一起 5月2号 根本都想不通 5月2号 我们一大群 还带着孩子 还在爬山 悬崖的地方 特别特别难走 然后我都让孩子 踩着我的 有些人踩着 踩着头 踩着肩膀 一点点下嘛 嗯 孩子还说 还拿指巾给我擦头 爸踩疼不疼 我说没事吧 小雨为什么要轻生 徐世海在脑中一遍遍地回想 她和小雨见的最后一面 徐世海是郑州市 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的队员 小雨去世的前一晚 徐世海外出参加救援 很晚才回到家中 那个老太太 骑着三轮车滑到黄河里边了 然后她家人托我们来帮忙寻找嘛 我们在这找了两天都没找着 那第二天回去 我家的时候晚上十一点多了 十一点多了 孩子很没睡觉嘛 他再给他弟弟洗衣服 然后洗完衣服他自己又洗澡 他看我晒头上都晒头皮了 然后他给我倒着水 倒着水他准备睡了 我说你再倒一杯 每天晚上记住床头出去放一杯 我滚水是吧 夜的夜的随时都可以喝 他好 他带一杯水回去了 然后早上五点多 把他敲我家门 这是父子俩最后的对话 在徐世海看来再普通不过 他没有觉察到小宇有任何异常 小女儿出生前 徐世海经常带着两个儿子到处去玩 他说自己对儿子要求不高 小宇去世前对徐世海提出想要退学 徐世海没有细问原因同意了 都快考试的时候 他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不想读了 我现在都想回家 那行 我再再回去再考虑考虑 是吧 我一想读了 真的读不想读了 我说爸也支持你 我说干啥的种无所谓 我说这样你高兴 小宇走后 徐世海发现 孩子像是早以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切 你擦干净的衣服 背的床 床上用品都叠得真正气气 小宇生前使用的是徐世海的旧手机 里面的信息已被他删除 徐世海在搜索引擎的历史记录里 看到了小宇最后搜索的内容 5月12号凌晨 冬金实诗鬼 最后最后看的 这是孩子最后一天 都是他临走的时候看的东西 这个冬金实诗鬼就是15年的时候 都被文化部禁止 任何形式传播的 都是黑动漫 十大黑动漫 你看 这黑动漫真是真是邪恶的 不管是色情暴力 都是那种特别这种邪性 灵异那种 你感觉这个跟孩子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 穿的衣服和里面主人公 穿的衣服一模一样 我感觉这个东西太可怕了 我赶快发朋友提醒 提醒一下我的朋友们 我说大家好都可以看看 这就如果自家孩子看这个动漫 日期动漫什么的 我说你可不要想普通的动画片 里面真的非常非常邪恶 小宇轻声是因为黑动漫的影响吗 在小宇的作业本里 徐世海当时发现了一封 儿子几天前写好的遗书 内容就是 他感觉自己很废嘛 对不起爸爸妈妈妈 然后他也想 努力的想想想想 想自己学好 都是做一个有用的人 但是怎么努力都是学不会嘛 不去条路不去自杀 刚刚像像说瞎话了一样 对不起对不起我 我都在去骂他们 你手机里边是 是一条火生生的生命啊 是一个孩子啊 你一放手都没了 我自己都骂自己 我玩这破事干嘛 自己经历过的痛 不想让被人再经历了 于是海车才发现 作为父亲 他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 对他的痛苦竟然一无所知 安葬了儿子后 徐世海被人发现昏倒在自己家里 整整四个月 他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闭上眼睛全是儿子 徐世海用儿子的手机 登录了他的聊天账号 发现儿子曾经加入过一个聊天群 在群里 徐世海看到了很多 和小雨一样不快乐的孩子 他们的烦恼各不相同 但同样都是无处倾诉 他们不信任父母 只想通过极端的方式寻求解脱 这样的孩子都成了 徐世海关注的目标 自己经历过的痛 不想让被人再经历了 这都受不了 我感觉我够坚强了 但是我都受不了 对好多家庭 还说孩子不在了 都以为了这个家庭 家庭都不在了 为了接近这些孩子 徐世海想了很多办法 给他发红膜 套近乎 然后我说 我说我是个玩游铁的菜鸟 我是大神的求烧带 什么的 有的孩子 这姐说你憨爸爸 憨爸爸我都带你 那你呢 那我的 你像我这么大人 我给一个小孩子喊爸爸 但是没办法 那你再就给他喊 想着呢 这样能把孩子救回来 是吧 通过私聊 徐世海认识了很多孩子 他们有的 有一定的抑郁情绪 却得不到父母的理解和倾听 他家庭条件非常好 家里都是他跟阿姨在一块住 他父母几乎都不在家 他说我其实不是自杀一次两次了 那一家里的孩子可能有的是 从小是爷爷奶奶带 很多孩子都是都感觉到这个 父母根本都不在乎他 非常失落 几乎让孩子们对老师都有一个 对立情绪嘛 沉迷游戏也是很害孩子 几乎都整夜整夜的打 你想他长期这样他晚上不睡觉 白天功课有缘 时间长的精神都恍恍惚惚的 有的是父亲或者母亲特别喜欢 也是玩游戏或是赌博呀 这种孩子都是超级看你的 他感觉你算个傻人 你还来教育吧 你管好自己都行呗 为了唤起更多家长对孩子内心的关注 徐世海接受了媒体采访 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有可能会在你的伤疤上撒上一把盐 所以你要有非常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才能做这个事情 我没有想过多么高大上什么 我只从我本意来讲 我就是能帮助一个是一个吧 能帮助一个人都有可能会 避免出这种悲剧嘛 现在有很多人向徐世海求助 除了孩子还有很多不知该如何 与孩子沟通的家长 一位父亲找到徐世海 说自己14岁的女儿想去参加动漫展 自己怕他受骗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徐世海帮忙想办法 都经跟着打脱了 保护好自己孩子 在这里人物都是这 对对对 是吧 对 当天晚上 徐世海和这位父亲聊了将近三个小时 送走这位家长后 徐世海又收到了一个孩子母亲的微信 这位母亲的女儿前不久也轻生了 她在网上看到了徐世海的报道 主动联系上她 现在她也学着徐世海在一些聊天群里卧底 故意流露出轻生的念头 引诱那些劝死者上钩 她告诉徐世海 她刚刚发现了这样一个人 约她一起轻生 你都不知道她有多坏 看你这种人 我真是气得气得受不了 我直接都用这个她 畜生这个她 来 来那个的带加个人子鞭 小雨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徐世海先后接触了上百个孩子 有的孩子让她的父母不遗憾 也有孩子在她的开导下度过难关 有些孩子她通过在那帮着是吧 孩子现在还在上学 哎 礼拜六礼拜天没事了 还给我发个信息 发个问候 你想想他们以后还可以成家了是吧 自己有自己的孩子了 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都说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